我们说现在台湾房市 真的非常的热 最新公布的第二季的 国泰房地产指数 几乎都还是价量起氧情况 不过我请教廷好 大家都觉得 现在房重应该很赚 真的是这样吗 对 我们要区分成 两个市场来观察 上礼拜其实新一房价指数 也就是追踪中古屋的房价指数 以及追踪预售屋的 国泰房价指数都陆续公布 那其实以全台来看 都陆续创下历史的新高价了 我们举例来说 以新一房价指数来看的话 台北市涨了7.6% 新北市涨了10% 整个台湾整体房价 中古屋是涨了一成一 那预售屋层面 因为各地推案不太一样 但是今年以全台来看 一样是同比正成长的 尤其我们重点是要看 预售屋的成交量量增非常快 它有一个主要原因 就来自于中股市场 现在受到 由于在6月份 限缩第二户特定地区 房贷乘数以后 整个银行又因为 存准金的提高 所以银行现在不太愿意放贷 你不太愿意放贷 就导致了中古屋市场 就变成了无量 但是有价 那这些无量 量能如果无法 集中到中古屋市场 只好去买预售屋了 所以如果你具体观察 在整个24年 今年上半年左右 我们看到台北市 成交量是成长了6成 桃园增长了5成2 新竹市增长了5成6 总计高雄来看成长最快 成长了接近有一倍 也就代表着 大量的中古买盘 往预售买盘来做前进 所以如果你是以30天的销售率 来做观察 现在销售最好的 大部分都集中在台南和高雄 尤其你看今年二季度 这一根台南 台南 台南现在建案非常热销 你看到那种排队的新闻 基本上八成就是台南的部分 那它也形成了一种迹象 那就是中股市场是有价无量 而预售市场是有价有量 它就导致 我们看到在中股市场当中 受惠最多的房仲 反而并没有分时到 本轮房价的上涨 因为房仲卖的都是中股物 没错 我们如果是以二手市场的 尾售比来做观察的话 当时最高曾经来到12% 现在剩下7个% 怎么突然没有人 委托房仲来卖房子了 因为很简单 市场上现在出现 大量的吸收心态 我相信我以后可以 卖到更好的价格 预售屋现在价格一直垫上去 我为什么要急着现在卖呢 所以现在要卖房子的 都是缺钱的 不缺钱绝对不会卖房子 这是形成的第一个迹象 第二个迹象 是即便要买房的 由于现在房贷市场 对于很多手购族 或者说第二户的投资客 老实说都不太友善 他就被迫 我想说那不如去买预售屋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新屋代售的存量 正在高速的下行 还是从二手屋市场 下行速度都很快 尤其又以二手屋市场 下行的速度 远远大于新屋代售存量的 下行速度 举例来说 当时在2023年中旬左右 全台湾大概是有 10.5万个二手屋 等着别人来买 现在剩下多少 7万 3万的房子突然不见了 很多人说是不是被买光了 其实成交量 没有放得这么大 主要还是什么原因 因为房子都收回去 不卖了 他就导致了两个现象 那就是第一 代销业者 营建股 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建商跟代销业者 都有赚到 但是房仲 但是房仲由于成交量的缩债 我们看到 如果是以信义房屋 月营收表 来做一些观察 你会发现有趣的迹象 我们都很清楚 信义在专认是相当有名的 以前常常讲说 卖房要找信义 为什么 他帮你守护好价格 可是你看到从今年 云月份以来 如果是以累积的营业收入来看 今年基本都是年减的 你看去年下半年 新清安刚上路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要买新城屋 还有很多人要买中古屋 因为可以立即生贷 但今年以来这个状况就变 所以虽然房价在上涨 可是房仲占不到钱 那房价上涨 这些机会财都被谁赚走了呢 代销业者 现在获利创了历史新高 营建业者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稍后来关心 外资最近在台股 还是站在卖方的 但是为什么偏偏很爱买金融股 我们稍后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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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